自從麻痺棍流的影片一出,很多網友都問我可以搞個高傷害的玄棍嗎? 經過我一番的研究,高傷害的玄棍流終於面世了 讓我們來直接看一下那個效果啦! 用長海刀的血量到你的敵氣 只要是源於燃佇半隊的戰狀點 不都是用信息的機會 HELLO 大家好,我是NORF 廢話少說,我們直接就說重點 我們這次需要的裝備是混裝的 一套是這個,飛援忍者裝 我們主要是觸發這個裝備的效果 敵人防衛時,無法反彈攻擊 有了這個之後,我們就可以讓他們 就算在防衛下,也可以被我們強姦到死 再來另外一套就是這個 抑制忌生者裝備 這個主要是觸發刺激傷害的效果 有了這個,在我們武器那邊 就不用洗出這個效果出來 而其他的裝備呢 就是繼承全部的攻擊力效果 不過有一個很重要的 其中一個方具記得要洗出這個效果來 持續性傷害不導致死亡 這個很重要的 裝飾品呢 對妖怪近距離傷害 有多高巴仙 就上多高巴仙的 但是重點還是 在你的八死窮狗域有這個效果啦 因為我們是混裝的嘛 千萬不要忘記咯 OK啦 來到最重要的地方了 就是武器了 我們一定要有這個帶新的條件 你所看到的影片裡面 所有的高傷害率 都是在於這個5G的傷害 灰燼 要拿到這一把武器 無遺的 你就是要去刷飛援佐助這個人啦 不然就可以好像我這樣 直接就去製造武器 想製造這個武器 需要的道具 就是這一個啦 戰雪鐵刃 你可以用武功來埋 或者來到這個地方 刷這個新的怪 他會掉這個道具的 再不然更快的方法 就是分解掉你的武器 來換取道具 OK啦 當你有玩這所有的東西啦 武器方面就最好洗出我這裡的條件 至於近距離攻擊傷害 我建議大家洗出這一個比較好 好過用被傷傷害 比如我用近距離來打出被傷的話 我打出來的被傷傷害是27000左右 但是前面的攻擊是14000 如果我用被傷傷害的話 打出來的傷害是比較高 有28000左右 但是在前面的傷害的分別就很大了 只有一萬億而已 所以建議大家洗出近距離傷害比較好 至於技能方面呢 就好像我之前的影片一樣咯 這些全部都可以學滿他 我們下載的影片 請先看一看 違う故事 我是 geldi 我們下載的影片 我把影片 分析一下 我們下載的影片 很遠一點 來我們的影片 只是多了两样东西要学而已 就是阴阳术 但是使用染神符有一个副作用 就是它会狂扣你的血 如果你好像我之前所说的 有洗出持续性伤害 不导致死亡的效果 就不会死 如果没有洗出这个效果出来 就好像这样 所以建议给大家 那些对自己的操控能力很高的话 就可以上这个符 相对于那些比较差的话 我不建议你们带辣 因为比较容易死嘛 守护灵方面就是以这两个为主 活狗还有武功 至于武家方面 我就是选小早川 因为悲伤嘛 好了 让我们看看实战是如何了 基本上这套装备 只要你完整的出完一套中断的年纪 基本上他们就可以差不多买单了 而且对于某些的话 还可以一套让他们升天 你们所看到的这些 全部都是在顿武的难度的 如果那些还在修罗的朋友们 完全不是问题了 请认识 我希望你能够打个热门 很乐意 的 但是 我可能不损了 我是 不 我能阻止 我想法 我多并不看 你 你 混 如果被打你打了,你一件事去不ouv 要射手,我估认你 你要射中,你能打破 要走,你來吧 要來吧 成功 OK啦 今天的高尚仙棍流發育的分享就到此為止啦 想知道更多關於人王的攻略還有tips的話 就請訂閱我啦 喜歡我這個影片的話 就請給個like我還有幫我分享出去啦 這樣子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啦 拜拜 我們下個影片